在黑太陽的摺耀下,歐洲大陸會迎來什麼命運呢? 話說德國在贏得二戰後,德國人就只顧著奴役各國人民依賴奴隸 倒過來就摧毀了一代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 在黨衛軍希姆萊的心目中,這樣就只會令高貴的瓦里安人變得軟弱 德國長此下去,絕非是他當初相信的理想國島 適逢五十年代的西俄戰爭,他打算趁機推翻希特拉的統治 大政變就被國防軍阻止了 為了避免與國內黨衛軍的全面衝突 希特拉就只好將他安置到比利時到法國北部一帶 希望他忙於處理當地的反抗勢力,而無暇在干涉德國的事務 大眾府歸山,後患無窮 憑著三個合作者黨衛軍的協助 要實現他心目中更正確的納粹理想 似乎就絕對不是空談 德國本土對巴黎的影響力日益減少 希武來在黨衛軍國的地位就推到越來越高 整支軍隊都是為了正確的納粹主義 和全國領袖希武來服務 同時希武來都實行醫法治國 你看一下,1933年預防患遺傳病後代法 令到他有法可醫,準媽媽就有法必醫 地方單位就執法必然不會對BB有多餘的同情心 準媽媽連哭出來都不敢 就可以看到他們一定是違法必救 而且還有遺傳學的科學根據衛立法殿下基礎 嘩,真是好一個國家社會主義法治 有著這麼好的基礎 希武來都決定趁著德國 將目光都放在登陸月球的同時 在當地策劃暗殺和政變 目標當然就是大德國走向企圖的元首希特拉 但在周密的計劃都總會有出錯的地方 刺殺失敗了 希武來氣急敗壞 吊咬了任何他罵得出的人之後 決定好好調整計劃 雖然元首指定的官方繼承人會成為計劃的阻礙 但德國本土還以為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黨衛軍依然還有機會 繼承人哥林這個戰爭販子 也絕對不會輕易取得德國的政權 在進行下一步計劃之前 希武來首先要確保每一個人的心裡 都確切擁大他的思想 然後再將刺殺案裡多餘的支持者被消失 與其被黨衛軍折磨而死 致行了斷的確是一個明智之舉 生不如死也說不定是這個黑暗細道的寫照例 連黑市買賣都會被控涉嫌顛覆國家政權 有國家社會主義特色的法治 的確是不說得少 只要稍有差池 今天被信賴的幕僚 明天都會變成某一處的浮屍 說回希武來 他馬上聯絡國內的黨衛軍首領 海德里希共議大使 畢竟如果德國直接被黨衛軍操控 可以勉強很多麻煩 同時著手發展俠武 務求跡身核大國的地位 在真正取得俠武之後 希武來亦即將認為新挑戰 元首之所以認為 希武來會身陷法比兩國的反抗 而不能自拔 並非空月來風 他揮下的合作者黨衛軍 特別是由雅弄人組成的黨衛軍雅龍斯 始終難以順覆 在等待元首釘蓋之前 他決定發起路德維希行動 去調查有問題的合作者 李俄德格雷爾 特務先偷聽德格雷爾的辦公室 並對他進行追蹤 監視雅龍的指揮部 最後安插善人 到他們用作秘密活動的42號地堡 其他的合作者黨衛軍 都忙於準備入侵法國的計劃 因此也難以有所企圖 希武來相信這樣 很快就可以掌控所有合作者 但計劃永遠跟不上變化 元首希特拉終於殺手人環 德國也隨即爆發內戰 希武來未及掌控所有情報 就迫著要先向法國宣戰 但德格雷爾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 希武來只好臨時提拔他人 來接任雅龍斯的指揮 徽軍入侵法國 就在法國戰敗之際 以李賓德洛普為首的一眾人等 竟然發信譴責希武來 看來更多人需要被消失了 從法國手上奪出若干土地之後 雅龍斯的繼任人提里亞特 就發起了對德格雷爾的追捕 並和蘭格馬克斯一起行動 雅龍的衛兵不敢阻撓 解決德格雷爾僅僅只是時間問題 但另一個問題就麻煩得多了 德國內戰僅僅爆發不久 現在海德利希的黨衛軍已經兵敗如山島 就僅僅剩下阿爾薩斯諾林到盧森堡一帶 希武來唯有派遣精銳的志願軍力玩狂難 首先重奪重陣斯特拉斯堡 然後不想集中精力殲滅斯佩爾德軍 張其剩下之後一舉張其吞平 由於德國黨衛軍的數量相當有限 即使不間斷地送裝備過去 都只是能夠減慢黨衛軍裝備不足的惡化速度 所以志願軍並沒有繼續擴大北面的領土 就僅僅只守著明斯特杜克森一帶 同時盡量被哥林和爆慢的領土摺養 這個時候由於分散兵力的緣故 斯特拉斯堡又被爆慢乘虛而入 所以志願軍再到南下盡量殲滅當地的爆慢德軍 稍為鞏固一下南方的戰線之後 就馬上回防到北面看著快崩潰的防線 在志願軍不斷與哥林的德軍拉鋸的同時 德國的黨衛軍竟然不斷地自殺式進攻 希武來激動紮紮跳但亦無可奈何 始終他都是沒有國內黨衛軍的指揮權 沒辦法了 在守著並將哥林的德軍削弱之際 就再不斷進行包圍作戰 稍作殲滅之後 又再回到南方繼續滲滅爆慢的主力 再一支戰斤切斷爆慢的部隊聯繫 之後又偶爾回去阻止哥林的部隊進攻 於是者不斷來來回回重重覆覆 在哥林和爆慢的部隊都根皮力進之時 裝甲斯就一舉殺入爆慢的南部根據地 雖然哥林和爆慢都急忙停火並組成聯盟 但一切都來得太遲了 爆慢被迫投降 飽受摧殘的哥林部隊也無法獨力抵抗黨衛軍 就在哥林投降的同時 日耳曼尼亞的緊急委員會才決定介入戰爭 討伐凱德里希 黨衛軍可以人見人爭到這個地步都確實不簡單 但撇除這件事不講 在中彈危機面前保持中立 但最後卻被最邪惡的黨衛軍奪得政權 可見無論初心有多好 都有可能會造成最壞的結果 內戰總算都結束了 但當大家都將目光放到德國本土時 勃根地其實都發生了很多事情 那就留待下集再慢慢逐一講解 但在影片結束前 我真的很想說 我是屌尼老尾這個什麼鬼的家城 爆滿的兵只剩下幾滴血 都立即過個神打上山 如果這樣 就是他避免黨衛軍和哥林勝出的方法 我覺得真的不太好 所以老實說 我這次真的有Lo Safe打 反而是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不知為何又可以很順利地打人內戰 我真的不太明白過中道理是些什麼 那就不理會那麼多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